在这个世界上 人类世界里隐藏着很多的依赖 它们也许是蛇 也许是狗 也许是兔 也许是狼 但更多的时候 它们会隐藏在人群当中 让你无法辨别 直到关键的时刻 它们才会显露起本性 展露出真正的面目 我叫新视角 是一只叫做野物的一种 我从小就一直以为 自己是个普通的人类 那时候我还住在一个 小小的阁楼里 每天日复一日地 吃着不同的蔬菜 父亲时常告诉我 在阁楼的门外 有着许许多多 专吃小孩的野物 只要我踏出门外一步 就会深陷于危险当中 父亲一直对我很好 他陪我认知读书 每年的生日 他都会送我一个 大大的蛋糕 有一次 他还给我带来了 一只可爱的小松鼠 这可让我开心地 好穿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 我生病了 那天清晨 我一觉睡醒 船上竟出现了一块 极为明显的血迹 从那以后 父亲每天都要给我 注射药物 维持我的生命 而我的身体 也变得越来越虚弱 直到有一天 父亲终是不忍 就这样看着我痛苦下去 他拿着手枪 对着我的时候 眼中满是悲伤 就在我以为 他要将我的一切 包括痛苦 都终结的时候 父亲却把枪口 突然伸进了自己的嘴里 而伴随着一声枪响 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我醒来的时候 全身上下都插满了 陌生的增广 这时来了一个 穿制服的女警官 坐到了我的身旁 她问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并不断地稳定着我的情绪 通过好几天的沟通 我和女警官亲近了很多 加上我的身体 康复得很快 也就暂时 被女警官收养了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女警官叫做佩奇 佩奇有个弟弟 叫做乔治 乔治和佩奇让我见识了许许多多 我曾经从未接触过的是我 美味的肉 没有野物的街道 还有这个世界全部的美好 我不知道当初父亲 为什么要将我囚禁 为什么不让我吃肉 为什么欺骗我月经是一种病 甚至不断地为我注射 以致我生长的药物 可能正如佩奇所说的一样 一位父亲 从来都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所幸的是 我遇到了佩奇和乔治 每天我都能吃到 无比美味的牛排 也可以跟着乔治一起去学校上课 慢慢地 我和乔治相爱了 我们一起仰望星空 一起去参加舞会 在摇摆的音乐里声吻 而也就是这时 事情出现了变故 不知道为什么 在接吻的过程中 我的牙齿突然出现了脱落 难辈的我只好一个人悄悄地先回去 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男人冲出来将我扑倒在地 说是吃辣食快 几乎是我的本能反应 我张开嘴就往他脖子上一咬 而瞬间 一具冰冷的尸体 就摆在了我的面前 这件事很快就惊动了警察 我与无赖 佩奇亲自将我进行了逮捕 安静的监狱里 我看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涉 而就在这时 监狱外 且出现了一个人 我没想到父亲还并没有死去 尽管他的脸变得如此的猙獰 但我却一点也没忘记 他身上的气味 父亲默默地看了我一眼 他开始说起了我的声势 十几年前 野物还并没有灭绝 父亲作为野物猎人之首 他带领了猎人们 对野物进行了最后一次围剿 纵使野物再怎么凶残 但最后还是无一心存 而唯一的变故就是 父亲收留了刚出生的我 父亲一直想改变我的野性 但他最终还是失败 他知道 这一切也才刚刚开始 也许正如父亲所料 第二天我就逃出了监狱 佩奇带着所有的警察 对我进行了抓捕 而父亲也集结了 曾经所有的猎人的主动 茂密的声音让我感觉到了清静 逐渐分腻的指甲和牙齿 也让猎人们一个一个的惨死 然而也就是在这漫长的躲藏之下 我的肚子也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 我知道 这是我和乔治的孩子 佩奇最终还是看到了 我真正的模样 他看着我那隆起的肚子 看着我 离开了 而父亲他终是没有放弃对我的捕杀 也终是死在了我的牙齿之下 年年的大雪山 小乔治躺在了我的怀里 我知道野物始终只是野物 我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 电影到了这里也就结束了 通过这个故事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黑暗和野性 并且都是相同躲的 不同的仅仅只是每个人对自身黑暗的压制 环境的压制 法律的压制 还有自身意志力的压制 黑暗和野性从来都不会因为压制而消失 但有一天 这些压制都不复存在 黑暗和野性就会卷土而来 我们要小心谨慎 小心自己 要小心别人 因为人 始终始人 那么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下次我换个身份 再和大家见面